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排名项官长我赶快问您先起教教育明老师 好 今天台股跌了336点几乎在最低点 这也是五个月的低点 代表这五个月买进的投资人目前全部套劳 当然非常非常严重 这一波很可惜都没有人告诉你 当然我有跟你讲这个行情不对了 千金难买早知道原来我早就告诉你了 好 那我们看大盘的格局 目前在这里因为这盘中英了 我要提早出门 这是226 今天是336 所以就说再往下再掉110点 大概在这里 起估就是这五个月的最低点 所以买进的筹码对不起全部套劳 所以我们说这个压力是非常沉重的 这个卖压是非常沉重的 好 那我们看大盘的格局 这波总共两年涨了1万点 如果最近一年是涨3500点 那我们涨完之后来到这里开始 2020开始不对了 一月跌544 二月跌22 三月份到目前跌732 也就是说一二三月目前跌了1298点 差两点就破1300了 你看多严重 当然非常非常严重 好 那我们说隔壁股市 我们看邻居日本一年低点 韩国一年低点 香港一年低点 香港昨天还重挫超过1000点 好 上一股市也在一年低点 天哪 通通我们的邻居都在一年低点 你觉得台股应该在哪里 可不可怕 都没人跟你讲这个 对不对 为什么 手上都多单 怎么会跟你讲说 我们的邻居都在一年低点 因为手上多单不能讲 所以你在股市里面 你很难看到真相 每个都挑自己喜欢讲 重点不讲 为什么 全部手上多单 当然不可以讲 隔壁邻居在失火 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跌那么深 你看尤其香港股市 昨天跌了1000多点 香港股市利空照点跌1000多点 破2万点 那我们看一下香港 哎呦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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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成这样 你看有没有破一年低点 日本有没有破一年低点 日本 来 日本 对不对 日本有 这个是韩国 韩国也是破一年低点 上一股市也是破一年低点 所以我们都不管香港 不管这个日本 不管韩国 不管上一股市 我们的邻居 全部都破一年低点 都在回收处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乡下有住一个虾子 眼睛看不到了 那有一次 叫阿东 有一次失火的时候 他虾子 然后拿一只拐杖 就跑出来了 那我们大家都问他 阿东 你怎么知道失火了 阿东 乖乖 这样拐杖 突出来 他说 烧腾腾 那不知道失火了 怎么可能不知道 都已经烧腾腾了 他都感受到温度 不对了 赶快 赶快离开他房间 到外面广场 大家看 阿东 你找不 你都瞎了 你怎么知道失火了 我都感受到温度 我怎么不知道失火了 都怎么样 但是我们看股市 现在多少人不知道 隔壁失火了 他不晓得 隔壁的股市 跌了乱七八糟 你知道吗 跌了乱七八糟 都要一年低点 他以为在哪多头 很庆幸 还在庆祝 你看香港 天啊 日本 都要一年低点 韩国 上海 都要一年低点 当我们的隔壁邻居 都要一年低点 你觉得我们台股 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一年高点 这不合逻辑 好 道琼 NESDA S&P 为什么要提 通通在一年低点 真的吗 道琼有跌那么深吗 NESDA 有跌那么深吗 你不会自己看 请问 有没有在一年低点 我每天看相关的股票 台股的电子股 连接到NESDA 台积电连接到半导体 那请问 当NESDA 跌到一年低点 你觉得我们台股 应该在哪里 还在创新高吗 有人跟你说 这个盘要上两万点 他不晓得回修处 他不晓得着火了 火灾烧起来了 不赶快打119 我就要消防队 他还要跟你说 上两万点 要不要鬼扯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德国 法国 通通在一年低点 黄金 原油 近期都创了10年新高 所以想想看 这个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黄金 原油会创近期的新高 甚至10年的新高 那你觉得台湾股市 应该在哪里 欧洲股市又跌了 七八糟 那你觉得台湾股市 应该在哪里 这道理是很简单的吗 这是台币的汇率 最近从27.5 急扁到28.5 台币贬值 通常台币贬值 大概是股下下跌 通常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最近 有没有急扁 台币急扁 你都不晓得吗 那你觉得台湾的股市 也很好 应该大涨吗 说真的 这次做错了 你真的是不应该 要打屁股 这么多现象 都告诉你 有问题了 竟然不晓得 每天喊多喊多话 叫投资人去买 然后要涨到两万点 说真的要打屁股 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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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害死多少人 不应该 当然张一鸣一定有跟你讲 这都不是今天讲 好 大盘在这里 我们说跌破五个月的地点 再往下100点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 再往下 大概100点左右 那我们说 回袖处 回袖处 火灾为什么不跑 这是一个广告 我觉得拍得非常好 这个欧里桑 虽然是第一次拍广告 演得很生动 他满年火灾 从火场背出来 消防队把他背出来 记者就去访问他 满年都是灰 因为火灾 那就问说 阿伯 灰小厨 你怎么不跑 火灾你为什么不跑 那个阿伯 惊吓过度 我怎么不跑 我膀膀上去 你要叫我怎么跑 我膀膀上去 我脚麻了 你叫我怎么跑 同意是吗 灰小厨脚麻了 同意 我相信很多人 并没有脚麻 或许你就每天被欺骗 我跟你说多好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我们做股票分析要客观 总要把国际股市看一看 怎么可能都不看瞎着眼睛做股票 蒙着眼睛做股票 那当然是不对 所以就灰秀处 不小心要跑 脚麻了 如果你没有脚麻 你就应该要跑 懂意思吗 在股市中 不是等待溺水 别人来救你 是你要学会游泳 有人说老师 不会啦 这国安基金要来救 放心 都知道没有 国安基金的钱 就是大家的钱 劳退金 退伍金 组成的那些叫国安基金 那国安基金的钱 是大家的钱 都知道没有 台股目前 这两年涨了一万点 目前拉回一千两百九十八点 涨了十 跌回来一点多 你就要赶快去救吗 国安基金是逢踢进场 不是逢高去救援 不要搞错了 所以如果国安基金要进场 你觉得这是对的吗 我当然觉得 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是不对的 为什么 在历史的高点附近去救 如果套到高点 大家的钱套在那里 那怎么办 当然不能这样 好不好 所以不是等国安基金来救 是你要看得懂 早点出场 不要陷在里面 大家说等人来救 很可怜 万一救不到 那就淹死了 不是吗 你溺水等游泳 救生物来救 那如果很多人都溺水 救不了你怎么办 那不就淹死了吗 国安基金就算要救 他会救全职股 他不会救小型股 救全职股 才能救股市 他能够拉台起来 台积电 中康的这些股票 他不会救中小型股 不可能 好不好 股市里面有三种 一个是先知先觉 第二种 后知后觉 第三种 就是不知不觉 他完全都搞不清楚了 这种人最可怜 输到死 后知后觉 他当然是输家 只有先知先觉 才能够成为赢家 千金难买早知道 这一波你要是早知道 股市 危险了 赶快跑 把多担卖掉 不会套牢 很轻松 没有任何的套牢压力 多开心 对不对 第二个你更厉害 你能够反手放空 恭喜你 你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只有高手中的高手 才做得到 好不好 这是我今天看到两年前 我的FB 突然跑出来 两年前 两年前的今天 三月 这个是几号 两年前跑出来 特别会议放空 见能赚这么多钱 这波台股跌大概2000点 就两年前 过年后下来那波 跌快2000多点 到这一天 我的特别会议 赚137.7 真的赚到小兮兮 看到之后 是蛮感慨的 跟这一波 有点类似 好不好 那我们就第二个 这一段是哪里 这一段就是 去年7月份 航运股开始 利多出境 然后开始下跌 这段跌了50% 也就是说 如果你去买 航运股的人 你可能要赔掉 50%以上的钱 这个有的股票 跌了60% 跌了非常非常重 所以我们这一波 谁做对的 我们就上一波 农历过年 两年前这一波 全市场只有我做对 现在这一波 从这边就7年7月到现在而已 那请问这一段 谁避开了 谁做对了 几乎没有 看到利多美 那么可以说 买股票 哇 航运股多棒 赚多少钱 EPS多高 这个本利比多低 最后股价跌无成 很多人断头 非常可怜 这一段 好不好 张艺民当时跟你讲 倚天屠龙 要开始上演 7月20号跟你讲 开始倚天屠龙 航运股要开始倚天屠龙 很多人不相信 张艺民在笑 神经病 怎么可能 韩运股这么好 会倚天屠龙 鬼扯 最后真的被我料中 只有市场 只有很少的人做对 张艺民是其中之一 有没有 真的有讲 7月20号跟你讲 要开始倚天屠龙 抗农游会 开始倚天屠龙 那我们看今天的消息 今天是3月14号 昨天 昨天的消息 好 法人压保 货柜山雄 他有高鼓励的题材 估计去年 货柜山雄大概赚5000亿 那其中有2000亿来配股席 说真的很可怕 这个数字真的很可怕 百年难得一件 那你100年都不一定能够看到 人生只能看到只有一次 没有第二次机会 真的有写 这个真的是这样写 货柜山雄发2500亿的股息 刚刚这边说2000亿 这边说2500亿的股息 百年难得一件 真的 这边有写 百年难得一件 真的 能够赚那么多钱 100年都没有碰到一次 这么棒的股票 这么棒的获利 这么棒的题材 最后 100年只有一次 你还不一定碰得到 对不对 百年难得一件 最后 最后股价就跌五成了 看到吗 不是获利很好吗 可是股价先跌五成给你看 所以你不要看什么报纸 想要做股票 你会利多 很棒 EPS很高就可以做股票 不要傻了 懂意思吗 你就赔死我不骗你 百年难得一件 结果股价跌五成了 不是吗 这都展现在大家面前 所以绝大部分都做错 为什么 他们心态没有调整好 他们还是从刚考完试 考到分析证照这样 刚刚出来 没有经过股市的实战练习 他不晓得获利原来是 不一定能够推动股价 甚至有的获利好了 发力多 股价怎么样 开始大跌 这个大股东出头 都有可能 所以你不要光看 这个报纸利多做股票 百年一件 有人买了来 百年难得一件的股票 结果一样输到脱肤子 都是没有 所以请问你每天看报纸利多 EPS几块钱要干嘛 请问有意义吗 没有任何意义 股市 跟你想的是不一样 股市的状况不是时间 股市的状况跟你想的是不一样 这样懂意思吗 你不要为股市那么单纯 那么简单 好不好 最后呢 头这边看到吗 航空跌五成 亚民跌六成 64% 你看多少断头好几次 好 长龙跌几% 63%一样 你看断头多少次 如果你融资买进 你看断头多少次 所以不是看利多买股票 股市没有那么单纯 从来都没有那么单纯 只是很多人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计算机那你按一按 你就会做股票了 那真的是傻了 好不好 当然股票赔死 只有张爱民跟你讲 好亚民股大跌了 赶快跑 你看如果听我的话 你看多开心 对不对 好 张爱民不但全胜而退 而且赚大钱 真的有赚大钱全胜而退吗 有啊 你看这都差不多 超做好亚民股了 光一档东升 赚两倍以上 你看多开心 这样把它出场了 多也做空也做 很幸运 每一档都赚 总共操作16次 当然这不是巧合 巧合不可能多赚 空也赚 而且操作16次 有股票还赚两倍以上 这就是真正超盘功力 多空双向操作的一个展现 只可惜 你出了我的节目 别的地方应该看不到 好 赵爱民跟你讲 这波行情要怎么演 大盘电子股要开始 倚天涂龙了 真的有讲 你看我什么时候讲的 2月22 真的有讲 大盘电子股要开始 倚天涂龙了 不是没讲 真的有 2月21 有没有电视画面讲了 当时截图了 好不好 大盘电子股怎么看 弱势多头加购 高档积极可危 你看这2月16讲的 到今天刚好一个月 有没有今天3月15了 大盘电子股高档架购不全 高档积极可危 真的有讲 千金难买早知道 张宇明真的早知道 不知道我怎么跟你讲这个问题 所以叫你要怎么样 赶快该出脱股票赶快出脱 甚至反手做空 好 大盘跌到这里 很多人重伤 跌到5个月低点 说真的我们看了也很难过 电子股跌更深 受伤的人是非常非常惨重 好不好 当然有人说老师 为什么他要留股票 他是跟我说 他看到很多利多了 一夜外销订单要创新高了 有用吗 连续2 3个月成长 说这没有 就股价跌破5个月低点 所以你看这些是没有用的 不要傻了 你真的以为看这些就可以赚钱 不要傻了 钱都不是你靠你的专业赚来的 是老天蕾送给你的 跟着行情上去的 叫老天蕾送给你的 稍微回挡一小坡 全部没收 我讲了对不对 稍微回挡一小坡 全部没收 老天蕾送你 不是你专业赚到的 稍微一个回挡 全部没收 加倍吐回去 对不对 好 方法对 方向对 赚钱是必然 反过来方法错方向错 当然赔钱也是必然 懂意思吗 赵亚明都在做什么 盘中没事泡泡茶 养养糊 懂意思吗 这很开心的事 赵亚明这几天都在干嘛 泡茶聊天 要不然干嘛 每天都在泡茶聊天 为什么 我高党早在布空补好了 接下来我哪天要回补而已 看我哪天高兴回补而已 那我要干嘛 我当然泡茶聊天 赚十块了不想补 赚十二块还不想补 赚十五块了还不想补 赚十块了好吧 补一下吧 所以我没什么事做 都在泡茶聊天而已 就这样 这才是你要的股市人生 懂意思吗 好不好 大盘跌到这里 你看受伤了也有多少 问题早就不是转空了吗 三线都跌破 赵亚明早就跟你讲了 高档乌云密布 也不是没讲 所以你想想看 一套客观超过工具 价值在哪里 原来在这里 早就跟你讲 三线跌破转空了 你这一个月赔的钱 都是不值得的 赔的冤枉 为什么 我早就跟你讲 我不是没讲 不是吗 有没有道理 来 电子股也是一样 你看跌破五个月的地点 赵亚明有没有早就告诉你 电子股转空了 高档乌云密布 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懂意思吗 有啊 你看这多久就讲了 2月22 在历史高点转空 是非常可怕的 有啊 一定有讲 好不好 赵亚明一定有讲 跟你讲 危险了嘛 一定有讲 不是今天讲 对不对 将近一个月前就讲了 大盘会多空循环 长不上去 会变空 现在就在这里 长不上去 你都要变空头了 所以你还不想要要跑 那也没办法 好不好 我们会心里看 不怕 整个厚厚厚厚厚 那就麻烦了 学会 脚光了 赔光了 又要重新开始 就很痛苦 站在原地不断的挨打 很多人现在 站在原地不断的 傻眼了 不知道怎么办 懂意思吗 不是要玩股票 都是被股票玩 这何苦啊 有没有道理 赵亚明你做了什么 这都是我的空单 每一笔都在这里 通通是我的空单 你看多开心 赵亚明会不会有造假的 只要造假 观众都在看 这节目公开的 我不能说 观众 可以看 会员不能看 没有啊 会员要看 当然就可以看 那如果赵亚明有一笔造假 没有关系 你缴了钱 我全部还给你 二话不说 你缴了钱 我就全部还给你 如果有一笔造假的 都是没有 如果有一个分析师敢 跟你这样讲 他的节目就值得看 那如果不敢讲 那鬼扯 不用看了 要骗了 他们变成诈骗集团 那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拿出来的东西一定要 真的好不好 好 环球机 可不可以空 可以啊 这空头格局 今天高点 低点来到617 张亚明是719空的 说真的补了早一点 我就有点后悔了 当时也没办法 因为大盘也没什么跌 会员有时候会抗议 老师都没努 你是会准没了 好啦 先补让你赚一笔 我真的是有点不想补 我也跟你讲过 我不太想补 空头没有改变嘛 所以如果没有补 这笔就赚100了 好 赚多赚少没有遗憾 赔多赔少都是遗憾 没有错啦 赚29块而已 没有什么好遗憾 赚钱的干嘛遗憾呢 赚多赚少没有遗憾 只有赔钱才会遗憾 懂意思吗 好 森达哥发力多对不对 当然不对啊 这空头格局啊 知道我们今天19块 把它放到口袋了 19块一张加你2万 是1万9 10张就好 快20万了 开心 这心情超级好 对不对 没错 好 微信 13块 放口袋 这当然要空 这当然要出藏嘛 不然就放空嘛 对不对 好 光照 8400 一张 10张就8万4放口袋了 元泰12块放口袋 一张就是1万2 10张就12万 把它放口袋了 哎呀 心情特别好啊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中美金 14块 把它放口袋了 你看多开心啊 对不对 好 星星 8块钱 把它放口袋了 好 这个泰顶 8块3 把它放口袋了 好 通通在这里 目前只剩下 最后一笔空单 还没有回补 下一次 明天要不要再空 等我的口讯 我们会员都很希望 老师赶快发过去 赶快发赶快发 发了就准备赚钱了 但是我不会乱发 保护客户的权益嘛 我们有机会才会发 我们不会都为了乱 为了操作而操作 我们是为了赚钱而操作 这些操作就是这样的 当然就很轻松 就会把钱放到口袋 很开心的 获利因为是检验投资 唯一标准 没有第二个项 只有获利 才能够检验投资 你现在手上踏脑一堆 不要给我讲投资 不要规测 你一毛钱都赚不到 还谈什么投资 获利永远是检验投资 唯一标准 有没有道理 做对做错有什么差别 一样一百万进场 做错现在剩五十而已 赔掉五成一大堆 做对我不用赚五成 我赚两成就好了 到这边 五十跟一百万差多少 二点四倍 小小一波就已经差二点四倍了 太可怕了 当然很可怕 你不能做错 做错就没有了 懂意思吗 好不好 让为时间自我摸索 让财务一点力有时 不如让高手拉你一把 有没有道理 小小鼠A25006999 这是我ID吗 小小鼠A也要 25006999 发上来 你有什么股票 你买了多少 你想问都发上来 记得留下电话 留电话我一定会回答你 懂意思吗 问是不用钱 除了你要跟着我操作 不用客气 就把你的问题发上来 小小鼠A25006999就可以 好不好 我们把时间交易停车 好那么更多操车见光 后来继续再请 赵明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 讲迭密码 节目各国解析 再把时间交给赵明老师 好的 大盘在五个月地点 电子股跌破 五个月地点 当然市场受伤 非常非常的惨重 来我们看一下 大盘在这里 所有买进去筹码 全部套牢 电子股更严重 套这边 为什么 我给你写个五险可守 因为四条均线 全部往下 年线 半年线 季线 月线 通通往下 军线往下 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目前股价在五个月地点 当然是买进电子股 非常的可怜 好 巴维特说 方向错误快跑没有用 哎呀讲得真好 讲得真好 如果你现在搞错方向了 你很认真 很积极 把资金都压上去了 速更惨 不是吗 所以我希望你做对 你不加入会员都没有关系 你把他方向做对 不要钱都赔光了 有天看了我之后 你就会很认同 想来跟我操作的时候 发现我钱都赔光了 那我们就没缘了 你钱都赔光 我怎么帮你 不是吗 所以你要把方向做对 不要把方向搞错了 懂意思吗 如果有反弹 能离开赶快离开 这些话 我不是今天告诉你 我早就跟你讲了 不要想你损失多少 想你是留下多少 将来才能够反败为生 没关系 输掉就输掉 你钱输光就不用玩了 就离开市场了 所以不要一直想 你赔了多少 要想你能够保留 资金多少下来 下一次 你才能够有机会 反败为生 你一定要这样思考 如果一直想 你赔到多少 你就没办法卖了 好 元大台0050 对不对 到这边 你看现在来这里 也是五个月底点 很多元大台要做什么 要存股 到时候你存股 我跟你讲 一旦转了空头 股价跌的部分 都比你股息比较高几倍 还什么存股 空头格局是要避开 懂意思吗 好台积电 不用讲了 很可憐 股价跌破六个月底点 马上去全部套了 赵云早就跟你讲 台积电格局不对 转空了 不见得讲 好我们看 上市的部分 陈家的盘板板 有跌挺 世新 世新 系列 都发力多 我们看一下 系列 昨天跌挺 今天礼拜又跌挺 跌得非常的重 为什么 哇天哪 跌五成了 2700了 那如果你买系列 不就哭了 系列发一大堆利多 没有用 这空头格局 他说是外资 这个摩根斯坦利 卖他 调降他财测 其实不是 他早就转空了 懂意思吗 不是现在才调降财测问题 高档只要转空了 股神系统解释很简单 你不用赔这50% 这样懂意思吗 很可惜 世新也是一样 跌挺板 对不对 天哪 股价来到这里 也几乎是半年的低点了 包含金利克都一样 这两档股票 同样很多人在做 但都赔得很惨 空头格局 他们看不懂 没办法 零发科 爱设计龙头 不对了 瑞翼也是不对了 这个还有很多 这个联勇 这个聚机 创意 艾普 都不对了 南电 这个ABF也是不对了 这个都在五个月的低点了 完全都不对 利基电 钢挂牌 几乎都完全没有犯多 利基也是一样 这个瑞鼎 这都很转空 要赶快跑 卢宏 一大堆卖越训练 都不对了 另外还有一大堆 宏达科 宏杰科 宏达电 富巴梅 网家都会 都是空头格局的 包一堆空头股票 就像带队老肉产兵 你怎么可能打胜仗 求生存都很困难 上柜也是一样 一大堆跌挺 对不对 利旺跌挺板 他早就转空 他不肩转空 普瑞也是一样跌挺板 他早就转空 不肩转空 转空很久了 同意是吗 还有一大堆股票 世界先进 汉雷 信火 红盛 金鸿等等 另外包含 金盐 同心店 信邦 郁金光 这都空头格局的股票 同意是吗 获利用于是 检验投资为了标准 张爱明你有获利吗 非常开心 我们的客户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同意是吗 做对做错 很短就会差2.4倍 所以千万不能做错 小阿斯威 2500 6999 是我带达里 加入之后记得留下电话 有留下电话的 张爱明电话会回答你 把时间交给听权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老本公司所推卸 分析这个表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次绕紧 供参考投资人应该对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也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起来